上海6月1號零時期正式解封 除封控區、管控區約65萬居民外 民眾可在周圍一定範圍內自由活動 但出行仍面臨種種限制 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進入銀行、商場等公共場所 都需出示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網上視頻顯示 6月1號晚 上海市第六醫院門外大排長龍座核酸 有網友說 這隊伍長度和密集度比3月份更深 你看排那麼長隊的 大家聚在一起 這個風險很大的 72小時就叫晚上的時間 實際上就48小時要跟天坐 把公交場所都要核酸 沒核酸不讓你近 心疼警察 天天就老是想在這個核酸上 一天各一天坐 6月1號晚 上海一個小區業主群截圖顯示 寧夏路一個核酸檢測點發生鬥殴 核酸攤子被掀 鎮平路檢測點打鬥更狠 有人頭被打破了 對此有網友說 昨晚還和跨年四的放鞭炮慶祝解封 今天就兩眼一黑進入下一輪深淵 也有人說 解封像開玩笑一樣的 什麼時候能恢復正常生活啊 新唐人記者陳傑 李珊珊 李佩玲採訪報導